这一期我们来勾置一款非常结实的爱心手提包 可以装手机等小物 视频内我们用牛奶棉来做演示 棉花糖款更加的软萌可爱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编起针 第一步编织包底的部分 然后编织32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在锁针的背面条里扇了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31个短针 第一排结束 后面锁一针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首先同一个位置编织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最后勾针织线 将线一次性拉出 接着在第三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在第五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我们按照一个枣形针一个短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二排结束 后面锁一针翻转织物 我们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31个短针 第三排结束 后面继续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接着在第三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重复第二排的花样 按照一个枣形针一个短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四排结束 后面锁一针 翻转织物 这一排针数不变 同样按顺序编织31个短针 第五排结束 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包身的部分 第一圈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在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 后面重复编织 我们按照一个枣形针 一个短针的顺序 一共循环15次 15个枣形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侧边的位置继续编织 首先在最后一个短针 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在侧边的空隙处 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重复编织 在侧边的位置 一共勾织三组花样 第三组花样完成之后 转到另外一侧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底边的位置 一共勾织15组花样 接着另外一个侧边 一共编织三组花样 环形编织一圈 一共勾织36个枣形针 包身的第一圈结束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在短针上做一个记号扣 后面按顺序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 一共72个针目 包身的第二圈结束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继续锁一针 翻转织物 重复第一圈的花样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枣形针的顺序 环形编织一圈 第四圈重复第二圈的花样 一共编织72个短针 第四圈结束 后面开始编织爱心的部分 第五圈首先按顺序编织7个枣形针 后面开始换白色线编织 这里我们主要学习 勾织换线的技巧 首先将最后一个短针 编织到一半 这样勾针上剩两根线 接着将白色线一次性拉出 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枣形针 同时将红色线一起编进织物内 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将短针编织到一半 勾针上剩两根线 接着将红色线一次性拉出 这样在中间的位置 利用白色线勾织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正常编织一共勾织17个枣形针 同时将白色线一起编进织物内 17个枣形针完成之后 另外一侧继续换白色线 与前半部分帧数对应 在中间的位置编织一组花样 第二个短针编织到一半 后面换回红色线 剩余的位置继续正常编织 一共勾织十个枣形针 第五圈结束 第六圈首先锁一针 翻转织物 前面先按顺序编织17个短针 第十七针结束 后面换白色线编织 将线一次性拉出 然后按顺序编织6个短针 第六针编织 第六针编织到一半 接着换回红色线 将线一次性拉出 后面按顺序编织30个短针 第三十针结束 另外一侧继续换白色线 对应前半部分的针数 同样勾织6个短针 第六针编织到一半 接着再次换回红色线 后面剩余的位置 再按顺序编织13个短针 第六圈结束 第七圈首先按顺序编织6个枣形针 后面开始换白色线编织 利用白色线 在中间的6个短针上 编织三组花样 最后一个短针编织到一半 接着换回红色线 后面继续正常编织 另外一侧在对应的位置 同样勾织三组花样 第七圈结束 第八圈至第26圈 继续按照这种方法换线 我们按照一圈枣形针 一圈短针的顺序往返圈钩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编织即可 第二十六圈结束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提手的部分 第一圈首先按顺序编织三组花样 接着后面编织19个锁针 锁针完成之后 在包身中间的位置空出17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上继续正常编织 一共勾织9个枣形针 9个枣形针完成之后 另外一侧再编织19个锁针 接着在中间的位置空出17个针目 后面的部分继续正常编织 一共勾织6个枣形针 第一圈结束 中间流出的锁针部分就是提手的位置 后面第二圈至第六圈正常编织即可 第二圈第四圈以及第六圈 每一圈各编织76个短针 第三圈和第五圈 每一圈各编织38个枣形针 一共勾织5排花样 现在我们这一款 豆豆针爱心手提包就完成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